什么 在蛋仔岛中 居然有一只非常恐怖的蛋仔 它的头顶居然长了六只小啾啾 而众所周知 我们普通的蛋仔头顶上 只有一只小啾啾 那么蛋仔岛这只头上 顶了六只小啾啾的蛋仔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我先来收集一下信息 如果你的蛋仔和我的蛋仔一样 头顶上都只有一只啾啾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蛋仔岛中 就连前妻无敌的JT妹 它的头顶 我们仅仅也只能看到 一只黑色的啾啾 还有蛋仔岛中 最恐怖的僵尸博士 我们在它的头顶 也是仅仅能看到 一只黑色的啾啾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 这只头顶上 长了六只啾啾的蛋仔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 在蛋仔岛中的大戏台上 发现了这只蛋仔 它的名字叫做 川剧少女梧桐 你们看在它后脑勺上 长着一只红色啾啾 而在它前脑袋上 长又了五只红色啾啾 和后脑的红色啾啾一模一样 所以说 蛋仔岛中大戏台上的 川剧少女梧桐 就是那个恐怖的蛋仔 在它的头顶 长了六只啾啾 你们知道了吗